时事评论员唐南发在接受本台记者的访问时指出 吉隆坡市政局相信是为了安抚部分穆斯林民众的不安情绪 才会决定不批准举办啤酒节 但是这个决定恐怕会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唐南发解释 过去在敦马哈迪担任首相的时代 我国在国际社会甚至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眼中 是一个开明温和的穆斯林国家 但是近几年来国内外局势的改变 很多课题都被种族化 导致政府在一些事情上的决策也趋向保守 不办啤酒节固然可以安抚穆斯林的情绪 但却可能对我国塑造的温和穆斯林国家的形象带来冲击 我们好像是一个温和的一个进步的穆斯林社会 跟其他的比如说沙迪阿拉伯就很不一样 这是以前的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我们可以左右逢源 在西方国家跟在穆斯林国家里面 我们都有这种都维持相当好的一个形象 可是现在过去十年有很多的种族宗教的纠纷 穆斯林国家也在注意 有的穆斯林国家觉得说马来西亚好像没有以前那样进步了 没有以前那样开明了 现在好像比我们还要 好像在宗教上比我们还要保守 譬如说 唐南发说当国际社会开始担忧 马来西亚是不是在开道车时 这就会影响外国游客对大马的印象 冲击旅游业 此外他认为 吉隆坡市政局这一次宣布不能举办啤酒节 如如开了先例影响甚远 他举例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可以自由售卖酒精饮品 但倘若政府的决策不断在收紧 那未来说不定将有很多触及文化 种族敏感类型的活动也会受影响 我的担忧就是说 啤酒节以后下来会是什么 会不会是服装秀 以后也不能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到将来可能就是便利店 这个售卖酒精饮料的这个时间 可能也要受到限制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很有趣的 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但是呢 它在这个售卖酒精饮料的这个法律上呢 其实还是比泰国 比印尼 比新加坡都来得松动 唐南发强调 在我国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 宗教或种族敏感应该有个界限 政府在做出任何的决策时 也必须要承担起责任 给各族人民一个交代 NTV7 柳湘林 吴芷华 采访我到